台东县政府于102年12月16号成功招商 计划拆除已经有52年历史的前辈建筑师 吕阿玉作品《就岁捐簇》 新建度假酒店 为了保留这一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 网友们在网络上发起 反对拆除洞洞馆联署获得广大支持 我想台东是有机会能够成为一个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镇 但是这端看我们怎么去做选择 那我也不知道说县府的效率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就是本来预计在4月份 才能够请到的这个拆除执照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马上就请到拆除执照 并且来立刻拆除 立法委员刘兆豪也于3月12号下午3点 行闻到县府 申请将这栋被网友昵称为 洞洞馆的建物列入历史建物或遗址 并呼吁应进入审查程序 暂缓拆除 我们要求县政府应该最起码 最卑微的一个要求 要把这整个程序走完 才可以来决定这个洞洞馆的 这样的一个命运 那我们不禁要问 我们非常赞成来发展观光产业 那既然已经有23间饭店 民间自行投资 那真的有必要再把一个 51年的历史建筑物拆除 把台东是最精华的地段BOT给财团 做50年的饭店的经营吗 我们台东县政府不是土地开发公司 真正要去做土地开发 应该让民间去做就好 台东县政府在决定在这个地方 BOT给财团50年盖饭店 整个过程他没有开过任何一场 工厅会 没有任何一场公民的对话机制 所以我们要求应该暂缓采除 而且大家进行公民的对话 吕阿玉的长子 退休教师吕志鸿说 如果能够不拆除是最好 万一拆除了 也希望能留下一些历史痕迹 拼进去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到注意 这些文化建筑的保留 我认为有时候一片残破的城墙 它带来的经济效益 跟观光的效益 也许不雅于一栋石城楼的大楼 一个魅力独特的城市 除了要发展观光 还有对土地的共同情感与记忆 保留还是拆除 需要大家细细斟酌 刘热文 廖崇义采访摄影 让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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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